在出差这个过程当中 那燕青这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大事精彩小事出色 所以回到梁山之后呢 就获得了最重要的提拔的机会 那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呢 会作为随从或助手 还有秘书跟着领导一起出差办大事 在管理学从执行角度讲 我们推荐大家几个小技巧啊 跟领导一起出差 怎么能做的比较好 那燕青给我们展示的是三条 第一条叫跑前跑后 打前站扫尾巴 领导没起我先起 领导睡了我不睡 领导到之前我先到 把这个现场布置好 第二个叫做忙里忙外 内部管理整理流程布置东西 外部联络敲门报名 这个燕青都能干得好 那第三条呢是接地通天 跟基层人打交道叫接地 燕青跟李妈妈 那李诗诗的干娘李妈妈 还有他们那府上的所有丫鬟仆人 都能混得好 大家都管燕青叫叔叔 这叫接地 很接地气 另外呢 燕青跟李诗诗沟通也好 跟天子徽宗皇帝沟通也好 能够揣摩他们的心思 能够跟他们寻找共识 这叫通天 既能接地气也能通天心 既能干俗的也能干亚的 所以我们跟领导一起出差 要把这个工作办好 角色担当好 就是这三条 所以在梁山好汉当中 燕青排名第三十六 好为天巧星 他真的很有技巧 梁山三十六元正将 燕青是最后一个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不争取的话 他就没有名额了 他努力争取 刚刚好踩到这个坎上 所以作为一个职场新人 燕青的很多提拔的策略 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那我们把它总结成三个小要点 跟大家分享 第一条 重大活动中 要做好打前站和扫尾巴 这样的细致任务 宋江带着燕青 李逵 武松 鲁志深这一帮人 热闹闹的就来到了东京汴梁 来到东京汴梁 宋江就要去见李诗诗 在街巷口 宋江跟燕青摇耳朵 低声说道 我要见李诗诗一面 按理取士 什么叫按理取士呢 见宋徽宗 商量昭安的事 本来燕青是负责看管李逵的 打前站的事 应该是戴宗或柴进来干的 但宋江让燕青去 燕青二话不说就挺事出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会看到 很多年轻人特别斤斤计较 我是管东西的 我是搞内务的 这事不归我管 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就会失去机会 我们给年轻人的建议是 多做事 多掌本事 多付出 多抓机遇 燕青这一次要没有付出 他怎么可能展示自己才华呢 燕青拱手说 搁个稍后 我去去就来 然后燕青一闪身 就进了李逝逝的家 屋里没人 燕青就轻壳了一下 你看人的技巧 不是说我来了有人吗 轻壳了一下 屏风后边转出一个小丫鬟 打扮得干干净净 腰身曼妙 鹅蛋脸大眼睛 特别机灵 瞅着燕青就说 哥哥是谁 你从哪里来 燕青点点头说 请你把妈妈请出来 小贤自有话跟他说 小丫鬟回头 把李逝逝的干娘 就是这老宝 李妈妈就给请出来了 燕青厉害 一见李妈妈 二话不说 聊衣服 扑通跪到地上 就拜了三拜 把老太太拜傻了 说你谁 你从哪里来 你干嘛给我磕头 燕青装熟人 燕青说老娘你忘了 小人是张乙的儿子 张贤的便是 从小在外 今日方回 李妈妈想了想说 有好多姓张的 他又这么磕头 你莫不是太平桥下 小张贤 他报出名 燕青当然就认 说妈妈正是我 李妈妈说 这么多年 这孩子都长大了 瞅瞅长得真帅 燕青的熟人策略 大功告成 请问 燕青为什么要装熟人 他不可以晾个身份吗 水不凉山浪子 燕青 三十六年正将之一 一身好本事 我量这个不行吗 干嘛非要装一个熟人 这就是燕青 打前战的心急 燕青早揣摩过 李妈妈的心思 这个李妈妈 心思有三个特点 第一 她是一个爱财之人 她肯定开妓院图钱 特别爱财 第二 她有怕事的心理 因为这个甘归 李施施 被天子相忠了 这万一惹怒了天子 那是要掉脑袋的 所以你虽然爱财 你能不能轻易给李施施 安排跟别人见面 不能啊 天子一吃醋 马门超斩 所以她怕事 那第三呢 第三她有抓大放小的策略 就李妈妈肯定小钱是不挣的 生人的钱是不挣的 但是呢 有了这个可靠的人 要挣个大钱 她还是不愿意放手的 这叫小钱看不上 大钱不肯放 基于李妈妈这种风险心理啊 燕青就明白 李妈妈肯定要找有财 有势的人 要挣点钱 同时又担心对方提过分要求 做过分举动 惹恼了失失 惹怒了天子 大家一起死 而且她处于一个矛盾的心理 那燕青呢 就上了这桩熟人 这叫做给李妈妈吃定心丸 装熟人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告诉李妈妈 不用担心我是熟人 不敢做出格的事 不用担心 那第二呢 不用费心 种种细节来龙去脉 咱都明白 你也不用费口舌 我们就可以把这事 做得比较得体 所以燕青装熟人的策略 稳定了李妈妈妈的心思 她要装一个生人的话 十有八九人 就不会把李适适请出来的 那燕青这点机灵劲啊 全都用上了 聊了这个定心丸 第二招呢 燕青出的是什么呢 捅破窗户纸 讲出目的 燕青说 小人一向不在家 服侍个山东客人 他有的是家私 今来此间呢 做四件事 一呢是元宵赏灯 二呢是来京醒亲 三呢是弄点货物 在此做买卖 四呢是求见娘子一面 不是就为娘子一个人 我们有正常生活 有正常社会背景 还有亲戚在京城 而且燕青亮出底牌 只求同席一饮 称心满意 告诉李妈妈别担心 不管我们给多少钱 都不会有非分之想 连手都不想拉 只想一起喝两钟 这样李妈妈 真的就放心了 这个爱财的李妈妈 点点头 回头跟小丫鬟说 去 把你深深姐姐给请出来 燕青打前战 打得特别好 就是领导下基层 有些话不能说 有些事不能讲 有些信息不能量 没有说自己 量自己身份的 则必须要有一个 打前战的人 量名身份 谈需求报价格 讲信息 给领导出厂做铺垫 这个铺垫工作 燕青做好了 那后来呢 这个李逵闹起来 放火烧宅子 宋江被林冲 秦明 他们等马军给救走了 临走之前 宋江安排燕青 说你在客店里面 等李逵 务必要把铁牛 安全的带回山寨来 你看局势糜烂的 大家都要撤了 要有一个人 收尾 画句号 谁呢 还是燕青 所以打前站扫尾巴 这工作燕青 做得非常细致 你能打前站扫尾巴 你才算是领导的贴心人 我们所有做秘书助理的同学们 大家都得注意这一点 燕青光有这一个特点 不足以成为梁山骨干 你光会跟领导一起出差 吃喝打前站 你算什么骨干呀 你只能算个接待秘书 燕青就亮出了第二个实力 他才成为梁山的骨干 所以燕青的第二个职场经验 叫做利用自己的特长优势 发挥补台补位的作用 这个了不起 没有打前站的 我来打前站 没有搞公关的 我来搞公关 没有撑门面的 我来撑门面 这叫补台补位 我来打下来 我来打散chool的 مكن声